其實我理解彭P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所謂財產申報的問題 把它講清楚 因為債權的部分 其實不是只有所謂的買賣房屋而已 不是只有不動產的買賣 它很有可能是有一個借貸的關係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財產申報的時候 我以為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這是錢莊還是銀行還是幹嘛 每一筆的借貸怎麼都是上百萬上千萬 你做日子這麼好嗎 做檢查官這麼好嗎 我不知道針鋒處要不要查一下這種事情 你可以有這麼多的錢 那如果以王盧璇的個性跟他的性格 連借媽媽的錢都要列為債權的話 那你借這些錢出去有沒有給人家收利息 我覺得是大家會疑問 所以你不能去怪別人說 去連結質疑說你為什麼 我就直接講 我想觀眾朋友也是一樣會有那麼納悶 你當一個檢察官當一個律師怎麼這麼好贏 跟你借的到底是你的好朋友 或是你的情節 或是什麼不認識都可以跟你借 這個是大家在看到你今天財產申報裡面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疑問 當然他是不是每一筆的這個金額都跟買賣房子扯上關係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幫他證明 所以按照如果剛剛如明顯兄所講的 王盧璇真的想要速審速決 你就趕快去自訴 明天就大家就知道狀況是什麼 何必要一關一關說 我要再透過檢察官再來一個一個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想王盧璇他昨天的這個案鈴的去控告 結果他的這個發言人出來出示了一張房地的買賣契約書 那這個契約書裡面很清楚的載明說買方叫做王盧璇 然後賣方就是連圈圈 他就引掉了 然後賣方的連代保證人是菜圈圈 可是這裡面如果大家剛剛還記得 王盧璇在剛剛那個新聞訪問袋裡面 他一直強調一件事 我用高道德標準 我用一個最低的道德標準來請教你好了 你剛在新聞你以為你講說用你的名字買的是一戶 大家可以掉那個袋子出來 這一戶有沒有包含這一戶 這裡面的買方不是叫王盧璇嗎 你裡面也沒有講 我再用最低的道德標準再請問王盧璇女士 你在十一月二十四號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是怎麼說的 你說我在這一個擔任 勞委會主委之前 我律師的身份 我買了三戶 我賣掉兩戶獲利了七百八十萬 在我擔任勞委會主委之後 我買了兩戶 加起來是五戶 對不對 那這五戶裡面也沒有包含 我們拿到了這一個包含 世貿新城的你的房租的房屋的 租賃的這一塊 也沒有包含在裡面 五戶也是你自己說的 你講說律師的時候是簽戶 然後當主委之後是兩戶 那也是你說 我們也選擇相信你 那現在這一個 我們今天下午在另外一個友台的時候 跟李正浩電話連線 他承認說有 世貿新城是第六戶 那我也很好奇 你在這個地方 剛剛裡面已經講了 他九十年七月的時候 他過戶了 對不對 你在這裡已經過戶了 而且他講說你這些所有款項 通通都付清了 那你又沒有登記在你的財產申報裡面 可是買方又是你喔 那請問那到底房子過到誰的名字裡面去了 我也不懂啊 我再更直接講 你知道王如璇今天計算 不要講人家計較 計算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他在租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是八十八年四月十五號到八十九年四月十四號 對不對 對 但是一般我們收租稅是怎麼收 是不是一個月一個月收 對 我跟你講 我出示另外一個證據 這個是王如璇在租約裡面 這裡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看到這邊他自己的名片 這個連先生就是直接這個房屋的這個元素 可是你知道嗎 這邊有一個日期 八十八年三月二十號租金及保證金支票共計一十四值 一年的租金 先用支票開了好了 後面稍微人說王如璇 八十八年三月二十號 你有沒有收了十四張的支票 他每個月每個月開了 你還簽喔 他就直接簽開好 他是直接簽好之後一次一年分通通給你 所以十四張嘛 所以給你十四張 當然要申報 那所以我就講 如果今天王女士 你今天認為說 認為說好 你今天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只問你九十年才拿到 就算你拿到這個房子 我先不再去管說你過戶給誰 或誰的名字 我們直接出示這個 就是你的支票 我其中出示隨便一張的支票編號 JM7061567 是從這個臺灣省合作金庫 松江支庫開出來這個支票 有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很多東西 是你必須要講清楚 今天不是說 我用一個最高的道德標準 那我就我用最低的道德標準來檢視 來請教你這個問題 所有的間數 所有的戶數 包含這些所有的說法 也都是你自己講 今天鄭浩 他終於說了說 好我承認世貿是第六戶 我覺得肯定他 可是問題是剛剛彭P在問的 那一大堆的整個債權關係 你真的 你如果不是投資買房子 沒關係 你就講嘛 我就有我好搖 人給我借 我做好人 我就想要借人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很清楚的 用最簡單的方式說 我老實講 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都還相信王盧璇所講的話 你今天只要你願意公開講 我認為你有這個額子 你願意承擔 你講的我們就相信 除非今天突然又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戶是他沒講的 當時我們為什麼拿到這樣的一個防護株林契約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個人他在他在電視上面就一直看說 王盧璇你一直講掉五間 然後你本來一間三間變五間 那你又講的是說 在民國幾年的時候 我買的軍材 我八十八年是把他整座的嗎 還是我是被詐騙集團給騙了 說哎呦糟糕 原來王盧璇 當時跟我接洽的 可能不是王盧璇 因為他王盧璇自己在電視上講說 我們從來沒有過這一戶 或許對國民黨的辯護來講說 沒有 他沒有否認 可是他也沒有承認啊 你知道嗎 他隱瞞 所以這個人他今天他那天拿給我的時候 他直接講說 康先生我是被騙了 我當年是不是不知道跟一個什麼幽靈人口 還是什麼租房子 他說可是呢 因為我在跟他租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也發現到這個屋主的名字 好像不是叫王盧璇 我也擔心被騙 所以我才請他說 沒這樣 我既然跟你租房子 那你又說房子是你的 可是房子又不是 又不是你的名字 不然你可不可以附上你的身份證 銀本給我 我也求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到後來才會拿得到說 你有看過哪一個房客留下 房東的身份證銀本的嗎 全臺灣也沒有這種租房子的租房 通常都倒過來 所以我就講說 今天為什麼大家會關注這件事情 王盧璇 你就算不選副總統 你今天有沒有透過買賣權利的方式 我們也質疑 九十年你自己拿到家 為什麼八十八年三月二十月 你會收十四點的指標 說我是要做储頭 還要給你收储罪 這東西你不用說嗎 好 在這一戶的部分 其實剛聽到人均跟講得非常清楚 在世貿星辰的這個部分 但一看起來 這個所謂的房市風波 已經進入了司法戰 那麼新聞熱點 我們現在也帶你來看清楚 藍營現在正式在反擊 到底是有用還是掙扎呢 王盧璇說控告段一康加重誹謗罪 他說各種惡意的抹黑是忍無可忍 買很多軍宅算不算是加重誹謗呢 如果按照朱立倫跟他之前的邏輯說 這不算什麼呀 那就不算是加重誹謗嗎 但如果現在看起來真的對選舉有影響 那麼是不是真的是有礙道德的問題呢 結果我們在這裡看到了 李正浩這個主辦的發言人說 數字絕對少於十九戶 所以就可以理直氣壯嗎 那麼到底是十八戶還是十七戶呢 徐巧新這個時候也出來講了 王盧璇買的有一間原屋主叫池先生 哎呀 因為父親是將軍 分了四間房啊 能夠處理掉一間也算了了裝心事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會不會是讓一些比較低階的 這個榮民會聽到很生氣啊 哦 原來王盧璇買軍宅是幫池 池先生的一個大忙哦 可以變現嗎 好 再來看看國民黨 繼七月底宣稱不當黨產 全數回贈國家之後 昨天中常會再宣布 將七筆不動產 捐贈給地方政府 三筆之功公益團體所使用 在這個時候 捐黨產是要救王盧璇嗎 再來看看其他的新聞熱點 就是朱立倫了 他說他不後悔 他說都是民進黨在打 負面選舉 但是來看看朱立倫的好戰友們 也就是這一些國民黨員 我們來看一下李星說 我放棄為王盧璇辯護 楊偉忠說無言以對 正是為在現場 很多的訪問當中 他說我根本不清楚 到底買賣的戶數 謝龍介說 他也認為非常不妥 如果是他 他也不會這麼講 所以現在看起來 就連楊時雄 跟費洪泰的選戰 好像都已經快拉平了 接下來的國民黨 到底這場仗要怎麼打 比較了解 國民黨的紀國動委員 任駿顯然是宅心寬好 他說他現在 王盧璇怎麼講 他願意相信 坦白講打從第一時間開始講五間 現在變成十九間以下 講話大概公信力已經大打折扣 這個所謂誠信問題 之前我們質疑朱立倫的 恐怕現在要回到王盧璇身上 我想他最好的方式 還是跟陳建仁所說的 其實誠實是最好政策 道歉 當然是一定要道歉 告也可以告 因為告是他權利 重點告對於現在他一個副總統候選人身分來講 是不負責任的 你當然可以巡留司法途徑 還你清白 那現在重點是剩下四十幾天要選舉 我們一千多萬的選民 這票要不要投給你 還在深思 至少你說可能不會贏 至少還有百分之二十可能會支持你們 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忐忑不安 會不會想我還是想支持你 只差你還沒有把事情講清楚 所以你縱使不要願意針對兩千三百分同班來負責任 你要不要對這百分之二十還支持你負點責任呢 是重點 所以聽說中間爆料說前幾天 國民黨內部一個幕僚高層的一個會議 很多大佬聽到想打哈欠 我剛剛在聽到大家這樣 大家互相這樣子 針鋒相對或是大家互相 寫得太誇張 我坦白講我也有點擔心 觀眾聽了想打哈欠你知道嗎 因為太複雜 而且可能也稍微 很多事情並沒有講那麼清楚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這個閉門會議很好 但是如果那次可以把它改成公開會議 那就更好 就是說沒有關係 我問心無愧 我就乾脆把這次閉門會議講 變成公開會議 對 所有各界都可以問 前陣子那個周官還講說明顯說可以問到寶 我看現在不是問到寶 大家就問到煩了 你知道 問到不耐煩了 這奇怪 那現在國民黨的作法 我覺得當然有一點點 七月各的味道 為什麼 現在選擇是黨中央封口 你看王主席事件之後 黨中央選擇封口 就是你自己去處理你自己的部分 那重點 這個所謂的 所謂現在 他捐贈的這幾筆所謂房產來做公益 其實也某種程度 為王主席來贖罪 就像頂薪案一樣 頂薪案出的問題 現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 我今天在跑基層的時候 就好幾個跟我講 紀委員你們一定要強力打這個頂薪案 這個法院 法院的司法不公的事情 我說全國民眾已經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相信這個頂薪案判決是公平的 那當然如果說司法院今天做出這樣一個 調離院長的一個動作 當然他解釋說這個不干這個頂薪案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在做止血的動作 就是說做切割 你那個司法院 我今天把院長調離 表示我國民黨是坦當的 切割就切割幹嘛 就又不願意遮遮掩掩掩 但是沒有其他辦法 公開又說謊 我跟你講高 高部長 國防部高部長 他今天講說個人問題 我告訴你高部長 他能夠辯護嗎 他不能辦嘛 我我坦白講 這個辦下去 我很負責任講 就像上一次 就是我們在查特別會的事情 韋生你還記得嗎 對 我我怕會血流成河 高級將軍 甚至連名利代表都牽涉其中 對啊 血流成河 就一大瓜的人 我們肉贈瓜一樣 可是紀委員查學術界 這個國科會的發票 就全面查 到最後很多人是不起訴 那為什麼軍方就動搖國本 就不查 動搖國本 動搖先動搖黨本 可能比較嚴重 大家為什麼在講說為什麼檢察官跟律師 好像或是說 檢院檢雙方 好像為什麼王竹賢這麼有信心 我跟各位報告 他先生啊 現在是兩棲部隊 他一方面司法院的政風處處長 院方 二方面又是法務部的高級 高層檢察官 他是院檢雙棲 所以他兩邊都有相當大影響力 我不是說因為這樣 好像就司法就不公 不是 就是說他有恃無恐 你看前陣子 包括這個黃世民案件 甚至於金普莊案件 你看王竹賢都幫忙 是啊 是啊 擔任律師 羅一雪也幫忙 整個檢察官系統 公開發言的檢察官協會 也都挺他的危機多 所以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今天不是說 當然提告不行 當然可以 但現在重點 我再次強調 情形好 你既然要讓他問大法 不如你就誠實一告 其實再怎麼複雜 也不會複雜到一兩個鐘頭說不完 不會那麼久 你很誠懇的把他講一遍 然後接受大家的檢驗 不要讓這些發言人 大家疲以應付 因為畢竟每個發言人 他的看的角度 甚至他所得到的資訊 並不是很完整 因為當事人不講實話 發言人也沒辦法 所以我剛剛特別強調就是這是一個極其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哪怕說好了 選的可能選得不好 那不可能很簡單 這樣做可能就是 就是說對國民黨的傷害 或是說大家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前兩天有人建議說 你就乾脆宣布說那我就退出 退出不能說從副總統上面的名 就是說這個這個候選人身份來除名 不是 暫停選舉 就是說今天對 今天 真的 我願意接受所有的檢驗 那這段時間 我跟你講 可以講 不是 當然是一個負責表現 不然你就宣布說 有人這樣建議 就是說好 那好 那我就退出這場選舉 因為大家不信 不信任我 不然你就把他講清楚 AMG149科幣就可以一次把他全部公開 一次公開就沒事 明顯現在還是當然很盡責的 在賦與頑抗 很盡責 可是你看這些人 不是說我放棄辯護 不然就是說我無言以對 不然就是不清楚 都講這麼清楚了 我說實在 當然是幾天很快就拖過去 沒錯 可是折騰這些相關人之外 多了一些討論議題 其實最不公平的 就是對於這些藍營的支持 因為這些百分之七十幾八十 不相信的人 當然已經已經放棄死的心了 重點你還是必須為 這百分之二十的人 要盡點你應該盡的責任嗎 如選小姐 真的把它講清楚 也讓大家聊這雙心願 我們考慮要修改規定 是不是表示王如選這樣子 其實是這個法規的一個漏 各位已經九點了 好不好 在閉鎖期內買賣 在五萬會反正 這位委員會 他在2005到2008 能有軍保會委員 這個我剛剛講過了 有些事情監察院也調查過了 很多的我在這邊不以評論 好不好 謝謝各位 這個不一樣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朋友 謝謝 小姐姐